小丁台是晚间新闻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相当幸运的一件事 有些人的兴趣和专长 因为太特别了 成了生财工具 像是有一位讲话速度很快的美国人 他成了广告御用的快嘴配音员 还有一位喜欢迷宫的英国人 变成迷宫设计师等等 这些怪怪职业少见又有趣 带您一块来看看 短短几秒内 这名男子轻轻松松标本 哈姆雷特的经典独白 他是小约翰·莫斯塔 全球讲话最快的人 一秒可以讲十一个英文字 一开始他只是想要成为 今世世界纪录保持者 没想到快嘴的功夫 获得好莱坞制作人的青睐 让他接下超过一百只广告 成为快嘴演员 除了快嘴演员 还有人靠设计迷宫赚钱 废雪本来是会计师 后来转业成为世界顶尖的迷宫设计师 从1979年开始 他在40多个国家 打造超过700座大型迷宫 杜拜的迷宫塔 就是他的杰作之一 还有这项工作也很特殊 亨金结合卡通画家 跟工程师的专业 自己设计跟制作游戏机 如今已有50多个作品 亨金从生活跟新闻里找灵感 设计简单又藏有黑色幽默 反映社会议题的游戏 让玩家很有共鸣 废受喜爱 看来行行出撞人 只要努力都能有所成就 综合报导